這個顏寬恆我們看到 這個一路上包括這個違建 他就自己去拆他家 所以大家這個後來這個 對比這個賴皮疙 這個印象很深刻 那這次王子復仇成功 那他是擊敗了這個林靜儀 這是第二選區 那臺中這次我們看到 包括這個顏寬恆 楊瓊英 黃建豪 羅廷偉等等 都已經這個自行宣佈當選 這個江啟臣目前的這個票數 也是領先的 好 另一頭我們看到這個桃園的部分 這個 韓濱桃園 他目前開得也相當漂亮 你對桃園有什麼期待 其實桃園這次開得 恐怕比一般人預期的還要漂亮 我本來認為劉許廷有機會贏 但是我沒想到現在看起來 距離已經開始拉開了 然後黃世傑那票 大家都認為他不穩 結果現在圖全集居然也開始拉開了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說 這次桃園真的選得不錯 其實今天下午還沒有開票之前 我們本來在討論說 桃園今年投票率會不會不太高 因為桃園過去向來投票率不是很高 結果今天看起來桃園投票率還不錯 所以桃園這邊有積起來 那我本來最擔心的就是選前 由於選前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藍白之間的競爭逐漸激烈的時候 很多就是白的支持者都會說 既然這樣的話就算 就算我那個選區沒有民眾黨的人 我也不投你們藍的 我很怕出現這種效應 因為很多人都在嗆聲 結果現在顯然是沒有 顯然就是還是至少在桃園這個地方 藍白是合作的還蠻明顯的 就是集中選票把它壓下去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為未來 就是在野的合作開展一個先例 以後就可以按照這種模式繼續推行 那甚至蔡壁如現在都還在緊咬當中 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就是 在北台灣看起來就是藍白核的結果 讓整個選情勢還不錯 可是相對來說 南台灣好像沒有大家想像中 應該至少可以光復一些地方 因為現在看起來李梅珍又落後了 所以當然現在投票還咬得很緊 接下來可能還會有一些新的變化 只是說真的以目前中關全局來看的話 就是民進黨沒有大家之前預測的 選得這麼差 但是三黨不過半 大概基本上就是鐵定成為一個 廖偉翔當選了 廖偉翔當選了 對啊 贏4千票 這張廖偉翔今天很強 是不是 這次台中國民黨也選得不錯 對啊 這位叫做盧秀燕效應 是啊 所以其實我就直接講 江啟成應該也沒有問題啦 對 江啟成也不會有問題 他贏太多了 我就直接 我一直認為 郝友宜這次如果沒選上 下一屆國民黨推出來一定是盧秀燕 我一直是這樣認為 不要談 不談這個問題 好 慢慢來 對 接下來這四年很重要 先把這四年過了再說 所以亮哥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吧 這個桃園目前 顏寬恒 楊瓊 廖偉翔 黃建豪 羅廷偉 還有這個江啟成嘛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核心權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個蔡其昌跟這個蔡壁如雙蔡 你覺得這是個什麼樣的指標效應 以蔡其昌愛新潮流耶 蔡壁如當選戲劇性張力最大 對 全國戲劇性張力最大 而且蔡壁如如果當民眾黨的副院長 也會跟韓國瑜相處的比較好 所以是有絕對影響力 因為區域一定高於不分區嘛 所以蔡壁如如果當選 副院長一定是蔡壁如 目前雙方咬得很緊啦 大概就兩千多票 所以我是蠻期待蔡壁如當選 因為她 明天的頭條 不只是她當選的意義啦 還有包括立法院 那個國民黨跟民眾黨的 合作的程度 這個都有影響的啦 那這個 這個黃珊珊或者黃國昌 這兩個人我都認識啦 他們跟國民黨關係都不太好 就一定會出一些衝突 這個 這個我現在看到 這個輸三千票 李柏毅跟李梅珍現在差三千票 這有點可惜 不過這樣算一算 大概國民黨應該是有54左右吧 大概有54 至少應該是54 對 在新北的部分 目前賴品瑜也是暫時落後 這個要先想的 對 落後要先想的 對不對 然後葉元智是暫時領先羅智政的 這都是兩個指標的一個效應 對 事實上 朱立倫也講的沒有錯啦 也沒有太誇大啦 他說國民黨選的最好就是58席嘛 那目前看來桃園跟台中真的是開出好成績啦 亮哥說單獨過半有望 我是說選的最好是57啦 我是還要加五黨籍啦 是 高金嘛 還有陳超銘 還有陳超銘 陳超銘 對 所以國民黨這次立委算選得不錯啦 那如果加民眾黨那是肯定超過民進黨啦 那還有就是現在部分區的開票還沒開始 還沒有看到 不過我猜這個民眾黨的部分區 可能沒有柯文哲這麼高 對 他如果像柯文哲這麼高 那大概可以拿到90 可以拿到90 對 還要再看一下啦 對 好此刻呢 我們看到在網上的鄉民喔 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葉元智還有這個羅智政 目前就是幾百票 全台灣最激烈 那個 我問一下亮哥 差了800票 對啊 拉開了 又拉開了 剛剛是300 我剛剛還看到 300 600 800 現在是70586 好緊張喔 對69779 你說樓智政輸嗎 對 樓智政輸大概800票 所以要過門檻還差多少啊 我其實 差不多了 800票很多了啦 800票很多了 那個我記得陳澤蘭第一次選贏 張智慧只贏不到100票 對 所以這叫謎片的代價嗎 其實 羅智政如果回到立法院也是很尷尬 人家會繼續追究錄音帶啊什麼的 也許這對他也是一個比較好的解釋 選項哪有什麼尷尬 選項就選項啦 這一切都假的啦 不是他選上之後 民進黨可能會整個跟他切割啊 選上你覺得有人敢跟你開會嗎 你敢不跟我開會嗎 我有你的錄音帶 我會檢查他有沒有帶錄音 隨身要檢查 手機都要檢查 太恐怖了 好看到現在我們看到這個賴清德已經到了492萬票 大概495囉 馬上要過這個500萬票 就是大事底定了 然後這個立委票也都已經陸續開出了 好今天這個我在主持的部分呢 從下午4點鐘到8點鐘喔 那稍後請大家要接力收看這個周玉琴的這個 8點到10點 還有張介凡10點到12點 我們中間新聞不打烊喔 一路也沒有廣告 一路大家看下去 之後呢有各式各樣的 包括這個三黨 這個黨魁也好 還有三位這個選舉人也好 政府總統他們都會分別上台講話 有這個幾家歡樂幾家仇喔 大家保持這個理性看待 那當然各立委的這個選區呢 我們看到 太史也已經相當明顯 板塊也已經相當明顯 所以我讓亮哥來做個總結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時段 大概還剩下10分鐘左右 台灣現在新局面 這個賴清德說的新局面 什麼樣的新局面 沒有新局面 是賴清德面對 蔡英文8年的這個 其實我不要叫遺產 應該叫疑惑 疑惑 那他會處於一個 治理上的極大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 他跟蔡英文不一樣 兩岸並沒有空窗期 那一月就要立即面對 很可能這個 我們講這個貿易壁壘調查 就會公布第二波 一月 那接下來他要面對 蔡英文這個非核家園跳票 排碳根本就沒有處理 然後勞保2027有財政破產的危機 這個都是蔡英文任內八年 不負責任留下來的 我們叫疑惑 我實在不要叫遺產 他的治理是非常困難的 但對他來講最急迫的是什麼 全部都急迫 所有的問題都會導致他舉步為堅 那我覺得國民黨也不要傷心 我覺得賴清德搞不好 又創下另外一個紀錄 就是大家都說 這是第一次有人八年之後 可以繼續連任 可是賴清德搞不好 也是要創一個紀錄 他可能只能當一任 或者一任都當不完 那就太慘 那太慘了吧 對啊 就是他要不好只會當一任 所以國民黨跟這個民眾黨之間 如果有比較好的合作 我覺得2028你不能夠說沒有機會 因為賴清德面對的 治理上的挑戰實在太嚴峻了 而且大家會看清楚 我講白了 兩岸關係這麼緊張 大陸對會台政策完全都沒有減少 在蔡英文任內 所以讓民進黨的選民就有恃無恐 可是賴清德不會有這個機會了 所以接下來你就要認識到兩岸緊張 造成的經濟的損失 那台灣人民要不要接受這樣的一個後果 所以我認為四年之後 就會是一個新的判斷的開始 好四年之後一個新的判斷的開始 但是要先過去這四年 所以介大使也預言一下 接下來一個什麼樣的新局面 包括大家期待在選舉之前藍白沒有合 那現在選後兩個果然就輸 有沒有再可能合的一個機會要怎麼做 小季已經開始先吵架 先吵起來了 我覺得台灣這個未來四年 是一個危機接一個危機 有外部危機還有內部危機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他必須要記得 60%台灣人的台灣人沒有投票給他 打斷一下賴清德的選票已經過五百萬了 五百萬 那跟八一七那是完全不一樣 差了三百多萬 那麼就是說他必須要知道 他那個60%沒有支持給他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他在內政上他就不會像蔡英文這樣 又在打壓人權 又怎麼樣又到處約談別人 用這種綠色恐怖 他這個權力基礎不穩定 他如果用太激烈的方式 像這個蔡英文這種 完全建大台灣憲法 保護台灣人民的人權的話 言論自由也好 或者甚至人身的自由 你看他們選舉權 搞了多少個這個查水表 然後還把多少里長叫去約談 然後有人直接收押的 這種情況如果賴清德要繼續這樣幹的話 就不會受到台灣人民這麼樣的寬容 因為他的權力基礎是比較不穩固的 連五成都不過 這是我們憲政體上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內部上我覺得他硬不起來 他要硬的話 那個社會的反彈力量會遠大於 這個蔡英文的那個八年 那另外一方面 蔡英文留下的爛攤子 都是一個一個未爆彈 一個一個要開始爆發 在他的權力基礎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他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一個危機接一個危機 而且他的個性 是不是一個危機處理的高手 他是把一個危機 小危機變成中危機 中危機變成大危機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